没事就好 不过听到这个警报的声音 还是不免在第一时间 让大家紧张了一下 那么这则防疫简讯 也因此爆红了 开山里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时间很多人用Google来热搜 其实它就是在台南市中西区 因为疾管署的 这个发简讯的系统出包 让开山里意外的爆红 不只是登上了Google热搜 还有很多的网友发挥创意呀 有人就直接把台湾 整个都圈起来 圈成一圈 就说整个台湾都是开山里 还有人干脆呢 在自己住的县市后面 加上开山里 因此出现了永和开山里 桃园开山里等等 而这起乌龙呢 也让开山里 成了全台湾今天的最大里 就是这一则开山里的 防疫警讯通知 让这个里一举天下之 因为疾管署系统设定错误 让全台湾各地很多民众 在9号的时候 都收到了登革热的防疫简讯 但是开山里到底在哪里呢 你知道开山里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知道开山里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 这里就是开山里 我原来这里是开山里 而开山里的梗也让网友们挽开了 有网友搞哭手把台湾圈起来 写的名称不是台湾 而是开山里 这这这怎么行 新政院长苏贞昌赶紧拨乱反正 告诉大家开山里在台南啦 全台是要防疫的区域 不过网友哪有那么容易放弃开山里的梗 网友开始玩起了报道游戏 有人喊永和开山里报道 接着五股开山里也出声了 屏东狮子虾开山里也来凑热闹 根本整个台湾都是开山里呀 而开山里还红到登上了Google的热搜 有厂商脑筋冻得快 搭上开山里旋风车 卖起了防文艺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被迫在这里登场 而开山里爆红美食也跟着被注意 对我来讲还蛮合适的啦 所以我都吃花贵都来这边吃 一切大家都好像全台都知道了 都知道开山里这个地方 蛮惊讶的 美味的花贵还有知名的冰棒 在开山里这里都吃得到 还有迷胜古鸡可看可逛 开山里因为登革日疫情 简讯搞乌龙以及爆红 或许也算是另类的 因获得福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